英国王室的威廉王子 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 这位未来的英国国王在人前人后 可是有着绝对反差的两幅面孔 很多人可能不敢相信 在公众面前最为和善 最平易近人的威廉 其实是英国王室脾气最差 最易怒的人 当然 这显为人知的一面只会展露给极少数人 有消息称 现任王后卡米拉最害怕的就是 私下里独自面对这个妓子 尽管在2005年查尔斯卡米拉低调婚礼后 面对公众威廉王子大度地表示了 对父亲追求幸福的支持 可私下里却并非如此 据说 威廉王子经常会因为一点小事 就冲卡米拉大吼大叫 特别是在他和查尔斯谈论事情的时候 只要卡米拉一插嘴 威廉立刻就会冷下脸来 而查尔斯对此完全是敢怒不敢言 因为他要是在说些什么 威廉王子的怒火 马上就会转移到他身上 深受其害的卡米拉内心苦涩 因为就连他邀请好友来庄园做客时 来访的威廉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他 当朋友看到威廉对卡米拉的糟糕态度时 感到非常震惊 尴尬的卡米拉只能小声惦解 那个孩子 他 脾气不太好 其实在不久前公开的 威廉哈里争吵细节 也间接透露了威廉王子暴躁的性格 当威廉在哈里婚前和他谈论关于梅根的事实 两兄弟发生了争吵 威廉直接将弟弟用力地推倒在了地上 还压碎了屋里的摆件 值得一提的是 王子其实在收敛情绪方面做得并不完美 当事情触及到他的底线时 他的情绪也会带到公众面前 比如2021年 哈里梅根声称王室内部存在种族歧视 引发轩然大波 外出工作的威廉全呈冷脸 被围堵的记者询问哈里梅根所言是否属实 一直保持沉默的威廉突然爆发 冲记者怒吼不存在 在比如菲利普亲郎的葬礼 原本游行队伍的规划 是让回国的哈里王子和哥哥威廉站在一起 尽管详细规划已经对外公开 威廉仍执意更换站位 拒绝跟哈里走在一起 还有今年 有关哈里梅根与王室成员矛盾的传记 《终局之战》发行 声称凯特就是歧视梅根和阿琪的人 有肢体语言发行 自书籍原版内容公开 出现在镜头前的威廉王子 虽然仍保持笑容 但总是露出咬合的牙齿 这表示他内心有极为愤怒的事情 威廉王子的脾气一直这么火爆吗 当然不是 我们甚至很难分清 他的两副面孔到底哪一副才是伪装 因为他在面对妻子孩子 面对他尊重的长辈 比如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和菲利普亲王时 性格绝对的温和 就像他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的一样 那为什么对待某些成员时 威廉会如此暴躁易怒 这就不得不提我们上面所说的底线了 对于威廉王子来说 他的底线有两个 一个是他的妻子孩子 另一个就是君主制的荣耀 这两者都是他坚决守护的对象 而很多王室专家之所以在评价 威廉哈里关系时 给出前者不可能原谅弟弟 就是因为哈里以及他的妻子 没跟把威廉的两个底线都打破了 这也是为什么当记者提及相关问题 威廉会无法掩饰情绪 就个人来说 我更倾向于易怒才是威廉的伪装 在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时 他只能通过愤怒来表明他的立场 当然 这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至于为什么那么对待查尔斯和卡米拉 就不需要多做解释了吧 此外 乔治小王子目前正在上中学预课班 明年这个帅气的小男孩 就要正式步入中学阶段 而凯特王妃为他选择的是 自己曾经的母校 威尔特郡的马尔伯勒学校 马尔伯勒学校是英国著名的贵族学校 但他与其他学校的不同点在于 不会将男孩女孩以性别划分分开教导 并且除了正常的学科教育外 马尔伯勒学校非常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 让孩子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下学习成长 这些并非虚伪的口号 曾经凯特本人就是在上一所学校 遭受校园欺凌后转到了马尔伯勒 并且王妃对父母曾经的选择感到非常庆幸 因为在那里 他成功地被老师和同学的关怀所治愈 修复了他内心对新朋友的抵触和恐惧 然而马尔伯勒学校高额的学费 也足以让普通家庭倒吸一口冷气 这所贵族学校每学期的学费高达15665英镑 注意是学期不是学年 也就是说一年的学费就要30万元 不过他们招收的大多只是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 而不是真正的贵族子弟 对于凯特的选择 他的丈夫威廉王子和现任英国国王查尔斯 心里多少是有些不满的 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学费 而是他们更倾向于让乔治上另一所皇家贵族学校 伊顿工学 据称 查尔斯国王和威廉王子都非常注重乔治的学业问题 从乔治还没上小学的时候就经常私下讨论 未来让孩子去哪所中学 查尔斯认为 一定要让乔治去上伊顿工学 因为过去他就非常向往那里 但菲利普亲王执意把他送去别的学校 所以让乔治去上伊顿等同于弥补他的遗憾 可当父子两人兴致冲冲地告诉凯特 他们要把乔治送去伊顿工学时 王妃二话没说直接给一跳否决了 王室内部人员在谈论此事时是这样说的 查理三世国王和威廉世亲王 为乔治王子的学校选择商讨多年 但在这件事上 凯特王妃殿下拥有最终决定权 不过凯特也算给足了查尔斯面子 在今年带着乔治王子去参观了一次伊顿工学 但在那之后就没有后续了 相比于享受特殊照顾 注重传统礼仪教育和贵族子弟作伴 凯特更希望自己的孩子 在马尔伯勒度过轻松快乐的时光 并且这所学校距离凯特父母家很近 米德尔顿夫妇随时可以帮凯特照顾乔治 另外在之前的影片中提到 威尔士王妃凯特曾在中学阶段遭受了严重的校园欺凌 很多朋友不敢相信如此受欢迎的凯特 竟然也会遇到校园暴力的问题 但事实上凯特曾经的人员可能并不像大家想象中那么好 颜值出众的凯特从小就生了可爱 加上衣食的家境 这类孩子身边总会围绕不少小伙伴 但凯特王妃还有她的弟弟妹妹却很难交到朋友 米德尔顿家的邻居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那时候最怕的就是孩子和米德尔顿家的孩子一起玩 这是因为凯特的母亲卡罗尔夫人 从小就对孩子们有着极高的期望和要求 有媒体宣称是卡罗尔将凯特送进了王室 尽管有些夸大但也不是毫无根据 相比于其他孩子随性的成长过程 卡罗尔夫人要求孩子们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外出活动 都必须严格注重礼仪 确实正让凯特有着极好的家教 但也导致很多同龄孩子跟他们直接玩不来 甚至会在玩耍过程中受米德尔顿家孩子的指责 让他们的家长极为不满 这种情况在凯特上学 特别是上中学后越发严重 十几岁的女孩最反感的是什么 世事经和闲眼包 而当时的凯特在他们眼里两项全都占了 这样说感受可能不确切 我们举几个例子 比如你刚刚脱离父母进入寄宿学校 把宿舍收拾得很满意 而凯特进来后 却把你已经收拾好的东西重新收拾得更加完美 定要求你把什么什么放好 什么什么归类 再比如大家围在一起非常随意地享用午餐 凯特坐下后却拿出餐不摆好餐具 以极为优雅的行事用餐 听起来可能有些夸张 但事实确实如此 在那时凯特只要去吃饭 刚一坐下其他人就会换到另一张桌子上 同浅的女孩也不愿意和她住在一起 在因为遭受欺凌被迫转学后 凯特去了威尔特郡的马克伯勒学院 媒体宣称凯特在那里过得很快乐 并且因为遭受欺凌留下的心理阴影也渐渐消除 这是事实 但凯特在那里其实也没有交到朋友 让同学不再对他那么抵触反感 自身不再那么压抑的主要原因 是凯特由寄宿改为走毒了 因为这所学校离米德尔顿家非常近 为什么我们如此确信凯特还是没有交到朋友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我们经常能看到有关梅根好友 哈里好友 威廉好友接受采访的报道 但到了凯特 最多是他和威廉大学期间的共同好友 哪怕媒体费尽心思 也只能找到凯特曾经的同学同窗 所以真正让他走出阴影的 其实是家人的陪伴 但在学校期间 凯特还是没有交到朋友 这样来看 卡罗尔作为母亲定不称职 因为他的教导 害女儿的成长过程非常不愉快 但从最终的结果来看 他确实帮助自己的女儿凯特 以及小女儿琵琶 获得了令人羡慕的幸福人生 一个获得了绝对的地位 一个拥有了无尽的财富 个人认为 凯特内心其实是反对 卡罗尔这样的教育方式的 都知道 凯特如今在王室选择的主要工作方向 就是儿童成长问题 凯特坚信 让孩子拥有幸福快乐的成长过程 成长环境可以更好地促成 他们未来取得的成就 而这有备于他曾经接受的教育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